XY的上部图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上次呢是介绍到 XY的上部图的这个部分 下一个呢是请各位呢 我们看一下往后看呢 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 泡泡图 泡泡图的话呢 它呢其实跟XY的上部图差不多 但是呢 它呢主要的就是说 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比较漂亮之外呢 它可以在 这个 图的上面 像我们的XY上部图的话呢 它呢基本上不管怎么看 它就是那个点变 点变得比较大比较小 变颜色这样子 但是呢它跟我们的泡泡图 不太一样式 我们的泡泡图呢它除了 一样式用点变展现之外呢 它呢 还有大小的变化 它具有大小的变化 为什么呢 大小的变化 就代表它的值的多少 多寡 值越小 土就越 那个泡泡就越小 值越大 泡泡就越大 那么它们之间的 这样子的一个 它们这样的变化呢 比我们的XY上部图呢 在视觉上来讲就更好 那它的话呢 需要三个栏位 这时候就需要三个栏位 三个栏位呢 就是说 它会用到我们的类别 这个栏位 所以XY上部图的话呢 基本上 如果以前面的XY上部图来说 那它只需要用到两个变数就可以了 用两个数值的量 来达到交叉出来的值 但是呢 如果是泡泡图的话呢 除了 看你要抓哪两栏的值来做 交叉出来的值之外呢 还可以把 主要的是呢 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类别 把它呢 做出来 所以 基本上来说 各位你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它 看一下的结构 比如说呢 我们以这个 之前的 那个什么呢 XY的上部图来说 如果呢 我们把它的结构打开 可以给我看一下 在这边 有分别 有分别 资料悬 ellos 先来看 这边 我也其中一个 那么我们如果打开它里面的一个资料形成的结构来说 以它资料形成的结构来说的话 那么它就有xy两个值 还有数列的名称 还有三个栏位 那么呢 如果假设呢 好 我把它先取消 如果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泡泡图来说 这泡泡图的话呢 那么它的这个资料的栏位呢 如果我们把它编辑一下 那你就会发现它多了几个 它多了一个栏位 名称xyz1234 它另外一个数列泡泡的一个大型 所以基本上呢 它呢 多一个栏位呢 主要是让各位了解 就是说 它所呈现出来的 那么它需要的值会比较多 它所需要的那个资料 比较比较比较 跟我们xy上部图要多一个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我们要怎么做 那首先 基本上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泡泡图练习 这边来看一下 隔壁这个泡泡图练习 我们上次这个xy上部图有练习吗 有吧 因为我这边也有一个图 那代表我们上次有做到这里 那我们的泡泡图练习的话呢 跟xy上部图练习的话呢 通常 它的 不是说作用不同 而是说比较看你当相 你在做这种量的变化的时候 两个量交叉出来的变化值 如果你希望它能够 所产生出来的值呢 那么也能够具备有大小的一种 视觉上的变化 那你这泡泡图练习的话呢 泡泡图的话呢 就可以列入我们的参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呢 我们现在来把它呢 嗯 可以吗 我们把它掀起来 哦 那么各位呢 基本上来讲 你先把它全部的图 你把它整的量掀起来 没关系 假设我们把它全部的这几个变数 都怎么把它掀起来 包括它前面的月份的话 我们先试试看 因为呢 一开始 如果我们对那没有概念的时候 因为它选的方法 跟我们前面的 XY散布图的方法呢 也有所不同 那么呢 我们把它选起来之后 如果我们直接插入 在这边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 看一下 它在其他图表里面 的泡泡图 那泡泡图它有分平面跟立体的 你看你要平面的 还是要立体的都可以 那比如说我们采用这个立体的 采用立体的 那你这时候就会发现它的值 很怪 它只有1跟3而已 那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来讲 你所看到的就会觉得 比较奇怪一点 那我们呢 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它删掉好了 也就是说呢 各位呢 我们呢 刚刚所选的范图 其实呢 不需要那么多 就是说呢 我们先选第一季 先来看看 因为你选多 它不一定显现得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只选第一季就好 我们以单纯的第一季的资料 最单纯 然后呢 你看一下 当我们再一次的插入我们的泡泡图的时候 好 这时候它所呈现出来的 各位可以看到呢 好 第一个 好 那么呢 假设呢 我们的这个图 这一颗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 它的道理 它的结构 是怎么样的情况 来 你看一下 我们呢 点到它呢 点到它也好 或是在我们的里面图 随便点一下就可以 没关系 我们请各位呢 到设计这个标签进来 请各位到设计这个标签进来 我们到选举资料 到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有个选举资料 对不对 这边有个选举资料 那么呢 其实呢 各位呢 当我们这样选的时候 它用它内部的这个值 用它内部的这个 它用它预设的 预设的值 来看我们的时候 来看我们所选到的东西的时候 它展现出来的 不见的是我们想要展现出来的 比如说几个例子 我们希望呢 有1234 我们希望里面有这四颗球 有这四季在里面 那你这个时候呢 你要看一下 第一个 它告诉你 它的这个范围 它现在呢 呈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呢 它里面的资料结构就是 左边是广告费 右边是市场占有率 第一季跑到右边去了 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所展现出来的 跟我们要的 有点相反 有点相反 我们希望呢 第一季在左边 然后呢 右边的1234 在这里 各位你看一下 如果我把原始那个泡泡图给给我看 我们希望呈现这样子 至于这个黑底 那个再说 我们主要是让各位呢 你先看一下 我们的档案 我们的那个资料结构 好啊 你看一下 我把这个结果呢 先给给我看 好 你看 我们希望达到的是这样子 第一个 左边呢 有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我们的四季呢 代表四个球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所以呢 我们左边必须要是第一季第二季的部分 右边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好 这边啊 好 这边是什么东西呢 这边 右这边左边是季 右边是百分比 都可以看到呢 当我点到第一季的时候 它有所呈现出来的值 是百分比 是我们的市场占有率 是我们的市场占有率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究竟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达到这样的结果 因为刚刚我们所选的范围 似乎出来的不是我们要展现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怎么去 怎么去把它运作出来呢 各位你看一下 这个泡泡图比较特殊 它跟 我们的SI上部图 有不一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看一下第一季 它是怎么出来的 好我们编辑一下 我按一下编辑给各位看 来你先看 你先了解它的整个结构 第一个 数列名称 就是我们的第一季 所以呢 我们显然的 等一下呢 各位呢 进到这四个栏会的时候 到底它要代表什么东西 各位呢 你稍微记一下 第一季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你要让我们的这个泡泡图呢 它的类别名称 如果展现出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 那么你在第一个数列名称 就是要把这个 第一季这个呢 点进来 选进来 这个 所以呢 我们这个月份呢 是在我们的 列表 那个数列名称里面 好 那X轴呢 X轴 X轴的话呢 就是我们底下的这个 底下的X轴 那这个X轴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广告的百万进来 我们的广告费在这边 所以要把我们的广告费点进来 再来Y轴是指的 指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销售金 就是我们的销售金 好 我们的销售金 最后呢 我们的指的泡泡大小 有没有 泡泡大小就是我们的市场站 占有率 所以呢 到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球 展现出来的类别跟值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季节 第几季 第几季 还有它的百分比 因此呢 在这个泡泡楼上面 我们 这四个栏目的资料 都通通都有了 左边这个就是销售金 下面这个的话 就是它的广告百分比 广告费用不是百分比 广告费用 然后呢 在泡泡球上面 所展现出来 就是它的市场占有率 跟它的类别 的一个什么名称 所以呢 我们整个这几篮资料 通通在这个泡泡楼上面 都展现出来 因此呢 我们是说呢 各位呢 当我们 了解到这样的结构的时候 我们回到我们 这个泡泡楼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单纯 只是把它选起来 直接到插入 在我们的图表里面出来的时候 它往往展现出来的 不见得是我们要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做一个修正 怎么修正呢 就是说各位你看一下 我们把第一颗球 把第一季做起来 你后面你就会了 来 我们看一下呢 我点到图表 我们直接到统计 这边来一个选取资料 好 各位你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你要怎么做呢 因为呢 左边这边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这里的话呢 第一个 你可以把它呢 移除没关系 点到这个 你把它移除掉 好 你随着移除掉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的土 我们的泡泡土 会立刻的跟着变化 那都不要变 来 你看一下我怎么做 先把它清空 不要变 清空的话呢 我们先做第一季给各位看 有了刚刚我们介绍的一个 过程 就有一个概念 你新增进来的时候 好 你新增进来的时候呢 数列名称就是保佑我们的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如果你要一次进来的话 你全部选进来 等一下你可以尝试做做看 好 如果你不想一次只做一颗 那不然你就把这四季 全部先选进来 好 第二栏 好 第二类点一下 我们刚刚说过 数值的Exo 就是我们的广告费 好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广告费呢 把它选进来 好 那如果你连同那个什么 连同那个标题 看一下 标题选 你竟然应该能查 好 OK 我觉得应该不用了 因为我们只要那个直觉 因为我发现它把它月份也跑进来 算了 标题不要选 好 来 然后S走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广告费 好 歪一走的话呢 等一下 前面它没有删掉 好 歪一走的话是直的 就是我们的什么 销售金 好 最后泡泡大小 注意哦 它前面如果有那个直 你要先把它删掉 留等于 没关系 然后你把市场占有率呢 选进来 好 我们最终泡泡图要展现出来的 就是它的市场占有率的话 这边你就把它呢 这范围把它选进来给它 好 OK了 我们按确定看看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OK 有一个问题 这边 它把它全部合在一起 有没有 所以呢 各位呢 我做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 我们想要把它全部选起来的时候 我们希望 诶 这样会不会比较方便 是会比较方便 但是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值啊 它把它全部Cue之后 你知道吗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那这时候呢 你要展现出来的颜色 就展现不出来 所以 比如说比较辛苦一点 我们要做四次 做四次 所以呢 各位呢 我再按一次编辑 好 我们呢 刚刚呢 用我们的习惯 就给各位看的时候 我们习惯就是直接选起来 选起来 前面 前面那些图面呢 前面的那个什么 那些图表 我们呢 在选的时候都可以整男整列选 但是呢 泡泡图你要特别注意 它一颗球就是代表一个 一颗球代表一个的状况之下 如果用我们前面的习惯来做的话呢 那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像这样子给你看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把它的一个方法呢 那么这几个情况让你知道一下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要的话 我们就一颗一颗来做 比如说我们先做第一季 好 速列名称第一个 A2就是代表第一季 那你的X轴 X轴的值 你就是选 这个点进来就好 不要再选范围了 不要再选范围了 了解吗 所以呢 这个 XY泡泡图的话 再特别一点 各位注意一下 先把里面删掉 要不然它会叠上去 好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删掉以后呢 Y值就是我们的销售金能 泡泡图的大小就是它的百分比 所以呢 它这一颗球就是代表一个类别的资料 如果我们呢 用前面的资料 用前面的习惯来做 可能就不是达到我们所要的 好 那各位你看一下 进来了 第一季 百分比 就是这一个 好 那你呢 不用按确定 因为呢 我们再做第二季 我们按一下新增 好 这时候呢 第一季做好了 我们就做新增 新增的话就是第二季 用点的就好 X的话呢 就是E序 E此类推就对了 好 这样子 前面这个 把它删掉 它有一个大挂舞 然后写一个E序把它删掉 没关系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再把最后的市场占有力把它做进来 这样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第二季就进来了 点第二季的时候 右边的数字 就会跑出相对于你的百分比 以此类推 所以呢 我们用这种方式呢 来让各位了解一下泡泡图它的一个方式 那么 各位在做的时候 要看你的情况 你觉得 这个 这是第三季 对 然后就是第三个 就是这个 好 OK了 我们把前面的该三的删掉 选进来 好 第四季 那么 把它的名列 名称选进来之后 再把这边删掉 它的值 再来删掉 再来看这个值 OK 好 那么呢 我们完成之后呢 各位看到呢 我们四个球 颜色都不同 不像刚刚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只是告诉各位 泡泡图的做法呢 大致上是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 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的注意一下 那么呢 我们呢 后续的修改呢 要什么格式 那个再说 我们先了解一下每一种土的一个做法 让各位注意一下 来 接下来 下一个为各位介绍的是股票图 股票图 这股票图呈现出来是长这样 各位 你看一下 我没有在玩股票 所以我不太看得懂这东西 那么呢 各位呢 这股票图是这样 网路上呢 有可以让你下载股票图 股票的资料 不是股票 可以下载股票 的资料 那么呢 我们来教各位一下 你怎么样在Excel里面 把网路上的股票资料抓下来 那么呢 我们底下呢 各位你进到我们这个股票图可以吗 这个工作表 股票图的工作表 我们底下这边有一个网址 各位没有看到 我们这个网址提供你做参考 所以你要去找 好 你就来 各位看一下我怎么做 你呢 先把这个网址copy起来可以吗 把它锁尼到里面 从HTTP开始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呢 Ctrl加C做一下复制 Ctrl加C啊 复制好了吗 可以哈 来 复制好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直接的到底下随便找一个点一下 A37这个点一下 我们等一下呢 让它的股票资料从这边进来 再A37这个点一下 那你那个网址要复制哦 哈 没有复制的话等一下你就贴不进来 Ctrl加C嘛 把刚刚那个网址复制起 选起来之后呢 Ctrl加C做复制 然后点一下A37这个 等一下的资料从这边进来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开始哦 点一下A37这个以后呢 请各位到资料的标签点进来 资料的标签啊 上面有没有看到一个资料标签 有没有在这里 资料标签点进来 资料怎么进来呢 从网路上 等一下哦 你们电脑可以上网吗 OK我们想到 你们的电脑又可以上网吗 你们的电脑现在可以上网吗 确认一下可以哦 怎么确认 底下把Google打开一下 如果Google可以上网代表是OK的 如果 确定可以上网 如果你现在还不能上网的话 没关系 你先看我做一遍 你先看我做一遍 来 你呢 在资料标签进来之后呢 左边有一个 有没有看到一个 从web 从web的意思 就是从网路上的意思 各位把这个 从web这边点一下 好了吗 有没有看到一个表跑进来了 有没有看到一个表跑进来 有哦 上面有没有看到一个地址 地址啊 好 麻烦你把刚刚topic的 贴到这里面来一下 Ctrl加V 好按一下旁边一个到有没有 按一下到 让它抓一下 有 是不是进来了 哦 这是一个练习的网站 它呢 提供人家下载这个资料 要让你来练习 有没有跑出 这个画面出来 有吧 啊如果没有跑出来 代表你的电脑 联系有问题 如果确定看到了 我们就按一下 汇入好吗 右下角一个汇入 啊 安全性 凭证错误 呦 习惯 好 没关系 确定就好 没关系 看一下 看来没有抓进来 安全性问题 我在家是没问题的 直接就下来 你们有下来吗 有 有 正在开启 正在开启 那为什么 我不是还要截取 是要装 好 那可能很刮到 要做一次 要做一次 你们如果有下来的话 整个步骤是这样 没有错啦 整个步骤大致上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们将来 想要从网路上下载 按还有网址 可以让你下载 你就直接从这边 从这个 web的这个按钮进来以后 就可以找到 对方的资料 直接费入进来就可以了 大致上程序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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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晓得 我这里为什么不行 依照这样的程序 我 在我们家是没有问题 还是我们家的 防火场比较好 比较差吗 不知道 不过你们都有下来的吗 有就可以了 没关系 主要是你们 主要是你们 那是没差 因为我已经 有把资料给各位了 对不对 真的 那一步的错误 被你吃到 被你吃到 我们的秘密 只好把你杀人灭头 好啦 那算了 反正呢 各位呢 方式大致上是这样 如果你在你们家 那么想要上网 你要先找到那个网址 OK 好 来 那么它资料下来 就呈现这样 可能 你要再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说它的栏宽 什么 你要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 好 来 各位你看一下 那么呢 在我们的exo里面 你要做股票图 要呈现这样 要呈现这样的一个 方式 它需要四个栏位 哪四个栏位的资料呢 各位看一下 这四个栏位 我特地的用颜色区分出来 第一个 日期 你下载下来的股票资料呢 必须要有日期 再来呢 必须要有开盘 最高 最低 跟收盘 需要这四个栏位 包括前面的日期 跟五个栏位的资料 就可以把我们的股票图做起来 好 来 那我们练习一下 我们到后面那个 股票图练习 不管你有没有在做股票没差 反正呢 练习一遍嘛 知道怎么做就好 好 来 我们到隔壁那张工作表 好 股票图练习 好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日期先选起来 你包括那个前面的那个 栏位标题都选起来 没关系 Ctrl按住 不要放 把后面从开盘开始 从开盘 好 啊 记得按住Ctrl哦 才开始把这四个栏位都选起来 好 OK 选完之后呢 滑鼠放开了 Ctrl才放哦 好不好 然后呢 把这几个该有的栏位 选起来之后呢 我们到插入 其他图表 诶 诶 等一下 200版 说没有 我用最多 不是应该有吧 不然它是什么那个的 等一下我看一下 所有图表类型 所有图表类型 有啦 在所有图表类型里面 我想说 它应该可以 它可以看得到代表按钮 之后呢 来来来 你从那个图表 对过来一个小按钮 按下去 图表这两个字 对过来 有一个小按钮 有一个小按钮 按下去 它有一些图表收起来 大概是不常用 里面你就看到股票图了 就看到股票图了 在这里 股票图的话呢 基本上 这边有几种方式 让你选择 随便 我们就选第二种好了 按确定 好 它出来就长这样了 好 OK吗 所以呢 它的行程很简单 主要是要有资料 下来之后就长这样 至于如果你有在玩股票 应该你就自己会看了吧 OK 来 以上呢 是股票图的过程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曲面图 齁 曲面图相当漂亮 长这样 谁人看都没有 齁 股票图的话呢 它不是股票图 我们的曲面图 基本上是3D的 它没有什么2D 它就是3D 因为它必须要有三组资料 它是三组 XYZ X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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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轴 Z轴 才可以办法形成所谓的曲面 它曲面本身就是立体的东西 它本身就是立体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三轴呢 必须要请各位呢 把三个栏位选进来 三个栏位 那各位你看一下哪三个栏位呢 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 我们以这个 第一个 这个是一个 叫什么 一个实验的一个数据 几度的时候 几度的状况之下 跟秒 秒跟温度的实验的 当作两个主要的实验数据 产生出来的 就是它的一个值 假设呢 我们今天呢 是利用两个变数 两个变数 所产生出来 一个 交叉出来的一个值呢 那它等于是就有三组数字了 就有三组的数字 一组就是我们的L轴 我们的Y轴 应该这样讲 不是用L轴Y轴 因为这样你会弄死 因为如果跟图片比起来 那么我们看图的习惯通常就是 地上就是L轴Y轴 L轴Y轴 Z轴 指的是Z轴 所以呢 如果要这样来解释的话呢 基本上 那么 这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先用秒来看 秒的这一组数字 第一组数字呢 在我们的这个图表里面 它是呈现前面这一排 前面这一排 所以你要看你怎么看 如果你人站在这边看过去的时候 那这就是Y 这个X轴是Y轴 这个比较有高的Z轴 以我们的角度来看 所以呢 基本上呢 这两个呢 基本上要看你 等一下呢 在做的时候 你是怎么去定位它的 因为呢 我们基本上呢 等一下你会看到XY 放那个过程 你要怎么去把它放 它基本上就会呈现 那么你要这边还是要这边 你等一下自己去指定它 对了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这个温度呢 10度到50度之间 10度到50度 那指的就是我们的另外这一排 在地上的这一排 至于高度呢 它的高度 拉起来的这个高度呢 就是它里面所交叉出来的实验值 那如果说 再来各位呢 你有接受到这方面的资料 你要怎么样利用 如果呢 跟它的结构差不多 我们主要是呢 这一系列来讲 是要告诉各位 什么样的资料 它可以做什么样的图表 那么交叉出来的 那么各位呢 你都可以慢慢的去了解一下 未来你接受到什么样的资料 你自己可以去摸索 你这边所讲的过程 你就呢 大概留个印象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遇到什么资料呢 可以用什么图把它做起来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的结构图 然后我们再做一遍 来各位你看 如果我把它的结构图打开 给各位看 好 来各位你看一下 它的结构 就是说呢 各位呢 我们在选的时候 好 我们在选的时候呢 到底要等一下怎么选进来呢 好 第一个 好 第一个 那么呢 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 左边啊 必须要想办法 左边要让它变成什么呢 左边要让它变成就是我们的秒数 右边呢 要让它变成我们的 呃 应该这样的温度 我看一下 0.2就是秒 10度20度是温度 刚刚讲错了 来 左边的话呢 要温度 右边要秒数 我再讲一次 等一下呢 如果你要做成像我们这样的展现方式的话呢 左边的话呢 就是秒数 右边的话呢 找错了 秒不用选 秒这个字不用选 哎 这个不用 你把0.2 选到1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做的 选起来 好 按住Ctrl鍵喔 接着呢 从10 选到50 再选到全部的资料 这样子 好 再说一次 先从0.2这个 我们先从这个秒选起来 这个秒这字不用选 底下的数值选起来就好 按住Ctrl鍵 再把剩你的资料 你会发现我选的通通都是资料 都是数值 那些标题都不用选到 但是秒啦 温度不用 好 我们到插入图表这边来 嗯 曲面图 在这边是没看到啦 所以呢 我们直接按这个 右下角这个小按钮点下去 在这边呢 我们找到曲面图好吗 这个 曲面图它有几种方式 比较容易看得懂的就是这个 第一个 因为它还有颜色 我们选第一个 好 按确定看出来的时候呢 各位就会发现呢 跑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可是呢 它有点 出了一点问题 第一个 它的这个 这边 有没有看到 它变速列一 速列二 速列三 速列四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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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的话呢 等于说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个修正 还是要去做一个修正 来 各位你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依照我们刚刚所看的 这一排 有没有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这一排 前面这一排 前面这排要秒速 后面这排要温度 所以呢 我们了解了这样的结构了 现在呢 我们去改正一下 我们呢 点到我们的图表 后来 现在所说的这样子 因为呢 它代表你又选到它的这个图表 上面才会跑出这些东西 在设计这边的标签 点下去 选取资料 所以呢 我们图表进来呢 要先看 到底它产生出来 是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不是的话 我们就要去修正 修正到我们要 我们才 往下面减进 好来 各位你看一下 左边这边啊 速列1 速列2 速列3 其实那名称是不对的 对不对 速列的这一排 代表应该要放什么 记不记得 对 要放温度 所以各位呢 你看一下 我们速列1这边 我们按一下编辑 点到速列1就好了 速列1按一下编辑 好 各位你看一下 好 好 那这边的时候呢 各位呢 你看一下 速列值 基本上 我们呢 这边速列名称 如果呢 哦 你把这边啊 点一下这个 十度这边 这个 这个 点一下 哦 这个 好 那底下的速列值是什么呢 哦 底下的速列值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一排资料 A3到A11 有没有 来我们看一下哈 这一排 这边的话呢 我们呢 把它呢 底下这边 A3 切换照 好 押死 这一排 等一下 等一下 切换了 太久没有 太久没有做 不好意思啊 看桃子 应该这很容易搗混掉 诶 10进来没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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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一下 因为中途不常做 你知道吗 来 来做一次哈 没问题 速列1呢 不能用速列1 要用10 哦 10秒 我们要把速列1变成10 变成10 然后后面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0.2 0.3 0.4 0.5 这样子 所以我们按编辑的时候 各位请看 第一个 让它变成10秒 那个10要跑出来 变用速列1 要把速列1 改成10的意思 变成10 所以名称进来 然后呢 它的这个范围 这个值所形成的 就是它的这一个系列 好 就这个系列 好 ok 就这个系列 好 确定之后呢 好 它左边这边进来了 可是右边这边的话呢 是不对的 右边这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呢 各位看一下 你10呢 这边是ok了 右边这个1234呢 好 我们按一下编辑 我们真正的呢 应该是要这边才对 好 要这边有没有 这样就修正过来了 好 这样就修正过来 好 所以呢 按确定之后呢 ok 这是我们第一个 10 那依此类推 速列2的话呢 点到速列2 点到速列2的时候呢 我们按一下编辑 按照我们刚刚的过程 速列名称就是20 度的时候 20度 在这边 好 它到时候20要跑到这边来 底下的速列子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就是把它底下的这一台先起来 好 前面没有删掉 所以就得要先删 要不然它也TOP 也TOP 好 这样 好 确定之后 然后呢 接着 它现在呢 就取到20这边 好 我们再按一下右边的编辑 好 因为它呢 就要对应到右边这个编辑 这边 那你注意看一下 如果右边呢 这样编辑之前 你先看一下底下的值 底下的值 是不是0.1 0.3 如果已经4的话 你这边右边就不用动了 右边就不用改了 好 因为呢 我们改了第一个之后呢 你看 我们改了第一个10嘛 它修正过来之后呢 20的时候 它就自己呢 跟着调整过来了 所以呢 基本上右边 我们不用改 没关系了 因为右边它已经自己修正过来 好 来 数列3 数列3 数列3的时候 我们按一下编辑的话呢 依此类推 接下来是30度 然后底下的值呢 先把它删掉 因为已经从刚刚的 经验值也TOP 好 ok了 依此类推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 然后我们这几个值 把它修正过来 所以呢 我们呢 基本上 让各位了解一下呢 它的这个曲面图 需要三个值位 三个栏位 三个栏位 三个组的数字 所交叉出来的 这是30 所以我们应该是 123 所以做到这边了 ok 好了 上一个 我们就把它完成 右边 右边不用改它了 直接改左边 就好 好 好 大致上 那么 那么 以各位现在所看到的 一个这样的状况 那么 它所呈现出来的 大致上 以这样的结果 那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呢 它所呈现出来的角度 如果你不喜欢 到时候呢 我们 会告诉各位 你可以去转角度 更你要设备 你所要的 你觉得 比较好看的角度 你把它转一下就好 不要紧 好了 那么呢 差不多呢 我们大致上 以这个曲面图 它的形成的过程 那么 它的这个 资料的结构 大致上是一个 怎样的一个产线 给各位做个参考 好 ok 那么呢 我们呢 一步一步的 带各位看一下 那么 曲面图 未来各位如果觉得漂亮 也不是什么图 都不是什么资料 就可以做得起来 ok 让各位了解一下 那它颜色的分布 事实上 同样的颜色 大致上就代表是在同一个区 它是在同一个区块之间 它的指在同一个区块之间 那它就是由这三个指所交错出来的 产生出来的指来做个定位 好 ok 那么呢 我们呢 曲面图介绍到这边 接下来呢 来为各位介绍一下雷达图 雷达图呢 各位应该会 常常在哪边看过 各位知道吗 你们在什么地方看过雷达图 各位知道吗 游戏 有 可以啦 还有呢 考试 考试 对不对 主要是什么意思呢 它呢 设定几个平衡点 就好像这个 来我们看一下 以这个来说 它的资料是这样子 平和 最常就是用这个 弄重雷达图 来做什么 心理测验 你的抗压力啦 你的情绪EQ等等等等 它会用一些题目让你做 来评判 评那个分数 然后 藉由这个分数 来看一下 把一些平和的项目呢 列在左边 可以当做我们的值 项目值 右边的话呢 就是以它平和的分数 所产生出来的 后面这个问卷人数是这样子的 今天的各位呢 如果说你要准确的话呢 他这边是强调说 你的后面的问卷 比如说 你要你到底是 几个人 这些人 那么呢 你要求的这个 比较精准 或者比较 有一致的一个结果的话呢 那基本上他建议 你这后面的问卷人数要一样 就是说 这边加起来值 这边加起来值 都要一样 这样所做出来的 会比较精准 OK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东西 外面这个问卷人数是不用 不用 在我们的这个资料里面 不用 没关系 主要是前面这几个值 那你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值呢 就它做产生出来是这样子 它会把你前面的这个 评分的项目呢 评分的项目呢 它会变成我们雷达图的 各个角角 各个角角 然后呢 它雷达图是一层一层进去的 等一下我改一下 因为这个 你看看 这样 它这个呢 旁边呢 会形成它的这个项目的一个 端点处 然后呢 它拉出 它为出一个 一个多边形之后 它会一层一层的往内 最外层的代表分数最高 最内层的代表分数最低的意思 然后呢 它会帮你呢 把你里面的分数呢 里面的值呢 定位在 看它是定位在哪个区间呢 然后呢 雷达图的好处是 看雷达图就可以知道 它到底在这个几个屏幕的项目里面 谁 它的哪个项目最高 比如说呢 那么 基本上 那么 以这个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来讲 它达到的 那你要看这个是谁 所以基本上呢 雷达图的话呢 它的一个展现的方式 那么等一下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来 好 OK吗 好 那我们开始 我们到下一张雷达图练习 好 这就一个了 因为我们2010版的雷达图 基本上 图表没有很多 如果 后面的版本越高 那图表的总类会越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你直接的把这个平和项目 底下这个教学技巧选起来 从这边开始选 这个底 上面这个 我只有不用了 这个标准不用 就从教学目标开始选起来 直接选到这边 从右边 拉拉拉拉拉拉到2 好 OK 听说一下大学教授 都用很多用中文在平和 不是 是学生平和教授 很像大学教授 很难当 要点你也不是 不点你也不是 知道吗 好 来 选起来以后呢 我们直接到 插入 图表的 右边这个小按个 点下去 里面 就会找一个雷达图 可以吗 雷达图 它雷达图分为三种 我们用第一种就好了 没关系 好 OK 我们来确定看看 有了 就跑出来了 有没有 OK 也就是说呢 今天如果说 比如说一个教学中心或是补习班 那么呢 这补习班呢 基本上 它呢 以一百个学生当作问卷人数 它发了一百份的问卷 那么 在这一百份的问卷当中 如果针对于教学目标的 那这一百个人 它呢 对于满意 尚可 代加强 它打了什么样的分数 那通常的话呢 各位如果有做过问卷都知道 优 很优 尚可 有没有 差很差 非常差 这个 各位有没有去吃过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网品 网品呢 基本上 如果你吃网品系列的那个餐厅 通常快吃完的时候呢 它都会发一张问卷给你 我跟你讲喔 这个我朋友他很厉害喔 他是怎样 你知道吗 他通常点完问卷 他问卷的东西都很好吃喔 他都会 他都会针对其中一项 比如说甜点 不太好 尚可 或是 差这样子 你知道吗 他做完做完 他解完帐 他就先在那边等喔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呢 你不要马上走喔 里面马上就有小孩说 诶 请问我们今天甜点好像不太满意 让我们再做一份给你吃 喔 我朋友真的是这样 所以他来教我 你知道吗 我就跟他说 你怎么笨呢 他应该讲主餐不好吃 哈哈哈哈 他就在吃一块 他煮一块牛排给你吃吗 不可能喔 不要亂了 我说那个应该是呛书呛书 看我朋友还在那边没有走 所以 像他们那种餐饮业很重视这一种 他们会 每到一份 他们会问卷累积到一个人数 我们一般来讲问卷喔 大概一两百个人啊 当作是一个基本数喔 所以呢 喔 这样比较 在标准差上面会比较 比较精准喔 所以基本上呢 他们就会做出这一种雷达书 意思是说 他们会归纳出来 到底他们所 重视的那些项目当中 那么在群众心里面 他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分数喔 那这一种的话呢 就是说 针对于 几个项目当中 对同样的这些人也好 或是不同的这些人都没关系 对同样的一个分数值来说 这些所产生出来的值 那么基本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雷达图的效果 那么 这可以当作呢 我们在问卷上面 回馈回来的一个作答方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图标指标 所以呢 我们在做问卷的时候呢 经常到后面 我们都用这种雷达图来显现 到底 我们这几个平和的项目 我们所在做问卷的几个项目当中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样的结果 OK 好 所以呢 这是我们2010版的大致上的图面 雷达图 那个图表呢 我们做了一个从头到尾的介绍 那么 等一下呢 我们休息一下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呢 那么针对图表你建立之后 后续的编辑的动作 那么我们再来做一些说明 所以呢 各位呢 我们从上一次的上课到现在 我们把2010版的每一个图表 都让各位呢 那么大致上的了解一下 建立的流程 建立的过程 其实呢 最重要的就是 你慢慢的你要自己去判断 我手边的资料 就是说当我把我的资料 把它呢 经过了整理之后 那么我到底 我可以用什么图表去展现它 我们希望说呢 不要永远都只有用直条图 其实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但是呢 以往同学往往来自于 他并不了解他的图 他的资料 他手边的资料 他就算整理成表格了 他到底可以做成什么样的图 比如说呢 他想做成泡泡图 可是呢 他的资料明明就做不起来 不够 他硬要做 不管怎么做奇怪 怎么都是长不出来 原来 他的本身资料形态就不对 好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 好 我们这样带各位呢 这样子花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整个转了一遍 好 那么呢 主要是让各位了解 将来你自己要去判断 你的资料的形态 到底适合做什么图表 什么图表可以做得起来 好不好 OK 好 那我们希望呢 各位呢 了解一下以后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 回来就来介绍一下 当你把图表完成之后 后续的动作 还有哪些动作 我们可以去制作它 可以去编辑它 OK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吧 好